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平常的工作中经常会见到 因为它是一个眼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下面呢 我将从这四个方面来给大家 一种学习一下这个疾病 首先呢 就是说疾病原发开 可能映入我们第一反应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高引压 眼底呢 是个青龙眼的大碑 并且呢 有一个视野的改变 但是其实不是所有的病人 都会在中晚期的青光眼才来就诊的 那对于早期的青光眼 我们可能在临床上诊断是有一些困难的 那我们从一个病例来看 这个病例呢 就是说是一个女性患者 37岁 寄网体健 在做眼科体检的时候发现视倍增大 双眼的前阶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眼压呢 高德曼检查是右眼是22 左眼是21 视野检查基本是正常的 眼底除了这个视杯 右眼是大概是CBD约0.6 左眼是0.5 其一的也都是正常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患者他是不是有青光眼呢 我们诊断青光眼 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过 为什么呢 你看他的视野是正常的 视野检胃层好像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症状 眼压吧 说高也不算高 可是你要说他正常人呢 我们好像觉得眼体视杯是增大的 那我们来共同回忆一下我们的青光眼的定义 在我们各国的青光眼指南中 都对这个疾病进行了阐述 欧洲的青光眼指南指出 它是一种慢性的进行性的视神经病变 共同的病理性视神经损害和神经险位层的缺损 除外其他的病因 进行性的神经结细胞的凋亡和视野缺损与其相关 而美国的青光眼协会说 慢性进行的视神经病变 共同性获得性的一个视神经萎缩和神经险位层的丢失 以及神经险位层的缺损 眼压和其他因素与发病有关 由以下之一或者全部 是视物头或者神经险位层的异常 可靠并可重复的符合青光眼的视野异常 亚带青光眼指南说 一组是具有以下特征的视神经疾病 选择性的及进展性的神经结细胞的丢失 人双表现为盘胭变窄 丢失和神经结细胞的丢失 神经险位层的丢失 与视野缺损相对应 我国在2020年也发表了 我国的青光眼指南 说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视神经病变 病例性高眼压是造成 视神经损伤的重要因素之一 获得性的是神经萎缩 与视网膜 神经结细胞及其着突的丢失 且无其他可能引起上述病变的 眼部及全身疾患 眼压升高时 防角始终保持开放 整个的有一点点绕口 让我们体验一下 它的核心是什么 首先是一个结构的特征性改变 强调了视神经的特征性改变 和神经显微层的丢失 其次它是一个进行性的病变 我们说视悲的扩大 神经显微层的丢失 视野的进展 其实它是一个动态观察的过程 而结构与功能的对应性 是我们必须要提起重视的 盘压的变窄 神经显微层的丢失 和视野的缺损 必须是对应的 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眼压在这个疾病的诊断中 处于一个次要的位置 因为它作为一个危险因素 出现的 而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总体来说 是一组以特征性的神经 神经损害和视野缺损 为共同特征的眼病 病例性高眼压 是主要的危险因素 而其中的特征性的视神经损害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的视杯的扩大 盘压的丢失 血管的改变 盘周的萎缩 神经显微层的缺损 而特律性的视野损害 主要包括防中心暗点 鼻测阶梯 上下方的弓性缺损 或环境缺损 管征视野等等 那我们回到上一个病例 我们看一下 这个患者呢 我们他符合我们 青空眼的定义吗 他只有视杯的扩大 但没有神经显微层的丢失 也没有相对应的视野损害 因此我们不能说 他就是一个青光眼 但是呢 他既然视乳头 已经发生了一个 异常的改变 这个异常的改变 它是一个病理的 还是一个生理的 当我们一个横断面的 一个观察 没办法决定的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随访观察 一个纵向的观察 他在一年半之后 又做了一次检查 检查的结果和上一次 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其实他的眼底的变化 基本上没有变化的 所以呢 这个病人 我们不考虑他是个青光眼 其实呢 这张这个眼底照片 是我自己本人的眼底照片 我也曾经在这个最开始 发现视力扩大以后呢 经历过很多这个同事 领导专家的一个诊断 通过我自己的这个疾病呢 我也有一些深深的体会 其实早期青光眼的诊断 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就是 其实青光眼是一个 动态的观察的 一个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很形象的描述出了一个 从一个正常的 anormal 一直到这个blendness 就是到他失明的 一个青光眼的变化 神经结细胞出现 一个死亡 轴突的丢失 一直到我们的 神经显微层出现 它的改变 但是从一个不可 观察不到的 到照观察到 一直到它的这个功能 出现了异常 我们的视野出现 一个轻度 中度 重度的改变 整个的这个 青光眼的变化中 如果是黄色和红色 视野已经出现 损伤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 很容易观察到的 而且很容易诊断 但是对于这个 绿色之前的这个区域 其实对于我们 青光眼医生来说 诊断是一个难点 因为它并没有 出现一个特殊的损害 但是呢 其实我们的核心的部位 就是筛板的比林区域 已经出现了异常 如何做到这个 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不漏诊不漏诊呢 我们接待患 接待患者的时候 首先要给他做一些检查 眼压 眼压的检查 对于我们青光眼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眼压剂 有很多 就是我们的尖标准 是高那么压平眼压剂 而非接触眼压剂 很便携 而且就是非接触嘛 没有损伤 非侵入性 所以在一般的在筛查和门诊中 我们都会用到 而对于无法保持座位的这种患者来说 Acare眼压剂 包括孩子们 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其实这个青光眼的重点的观察区域 就是我们的眼底 我们的视神经 因此呢 我们非常推荐眼底的立体照相 这个立体照相呢 可以很直观的显示出 它的一个部位 和它的一个改变 在我们正常人群中 视盘的差距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大到什么程度呢 一个小的和一个大的 它的面积可以差距 能到了5.7倍 而往往一个大视盘 伴随的是一个大视杯 我们重点观察的区域 就是我们的盘颜 神经显微层 和我们的杯盘比的变化 我们说起杯盘比 到底什么算是杯盘比呢 这张图很形象的描述出了 我们的视杯和视盘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黄色的这条线呢 代表了我们整个视盘的一个垂直径 而我们这个蓝色的线 是我们视杯的一个垂直径 我们的杯盘比 C比T 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蓝色的这个直径 比上我们这个黄色的直径 我们的这个黄色的直径 因为在青光眼的患者中 我们的杯盘比是逐渐增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杯在扩大 一直到这个 清本人视杯有接近了1.0 那我们的盘颜就会变窄 这个盘颜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粉红色的区域 我们为什么就是从一个视杯 在我们过去都在强调视杯的变化 现在就是强调的更多的是 我们的盘颜变化呢 其实我们从解剖上来看一看 这是我们一个输入头的一个解剖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输一输的像电缆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神经弦肥 什么是我们的视神经呢 其实就是我们神经结细胞 它的胞体位于我们的视网膜上 而它的轴突就是我们的神经弦肥 这些神经弦肥呢 走形于视网膜 然后就是穿出 从这个拱膜和穿出 组成了我们的视神经 神经弦肥 血管以及胶脂 来共同组成了我们的视神经 而我们的盘颜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 很直观的看到 盘颜其实指的盘颜的面积 就是你的神经弦肥的多少 我们的视背的扩大也是同样反应了 如果视背大了 盘颜自然就窄了 因此无论我们说盘颜的面积也好 我们说是背盘比的大小以后 还是我们神经弦肥增的厚度 说起来是三个指标 但其实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 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筛板的一个重塑 就是我们的神经弦肥 穿出我们筛板 向球后走形 形成我们球后段的视神经 这个筛板 它并不是一个均一致密的 一个网络结构 而是一个不规则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上方下方 它的网孔 其实是比较稀疏 并且比较大的 因此呢 在眼部受到同样的压力的情况下 我们的上方 尤其是镊上和镊下 它就是更容易受到这种损伤 挤压 所以青光眼的翼杆部位 就是我们的镊上和镊下的神经弦肥层 我们说的神经弦肥到底是什么呢 这张示意图可以让我们很直观的看到 我们这些白色的这些线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神经弦肥 我们共同互遇到视属头 组成我们的视神经 当出现损害的时候 我们神经弦肥层出现缺损变薄 可以看到一些树发一样的改变 它是与镊头相连的 并且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边界 当它进一步进展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 这是正常 正常中间就是缺损 然后就是说这一条一条的 当它连成片的时候 这整个这一块的视神经 视神经弦肥层都已经没有的时候 或者说它变薄到一定程度 我们的视野就会出现了相应的改变 而这张图可以更直观的看到 我们这个视碑 这是我们的视神经 视碑呢 是逐渐逐渐增大的 在压力的作用下 而我们的盘眼 是逐渐逐渐变窄的 神经弦肥层从原来的这么多 变成了这么少 这就是我们这个 清光眼视主头的一个变化 如何在我们的活体中 进行我们神经弦肥层的一个观察呢 其实这是一张海德堡的 OCT的一个图像 我们这个OCT 日新月异的发展 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对视神经弦肥层的一个观察 当它这个神经弦肥 它是成一个蝴蝶的翅膀一样 我们这个两边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区域 代表它明显的变薄了 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些 眼底以及功能的一个改变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上 这是我们的视属头 在它下方的这个 这个 石碑是增大的 盘眼是变窄的 而我们从这个 黑色的点点 圈出的这个区域呢 就是它的神经弦肥层变薄的区域 下方的图也是同样的 在上方和下方 捏上和捏下 都是有一个同样的一个 神经弦肥的一个确损 上方更明显一点 前面是我们说的一个形态学的一个改变 然后我们的功能学 就是需要我们的视野检查 我们视野是采取 国际标准的计算机 自动静态视野计 包括哈姆弗芬瑞和Octopus 然后我们其实青光眼医生 一个必备的一个技能 就是看视野图 因为我们拿到一个视野图的时候 首先要看它的可靠性 就是我们的故事丢失率 包括我们的那个假阴性率 假阳性率 它们都必须小于33%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六张图 这六张图 我们给患者讲的时候 一般是用灰色图 因为它很直观 也很简单 可以很明了地告诉他 你的视野丢失了多少多少 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看一个原始的数值图 以及下方的这两个模式偏差概率图 就是它尤其就是对于早期的诊断来说 我们这个模式偏差概率图 其实更能凸显出我们局部的一个缺损 视野检查就是说 它是一个主观性的检查 我自己做过几次视野 然后也有一些小的体会 就是你做的时候吧 又是刚开始 你会觉得 哎呀好像我有一个点看到了 我忘记按了 或者说我没有反应过来 所以呀 这个视野的检查呢 其实它是需要这个患者的配合的 而往往我们的患者 青光眼的患者 年龄相对都偏大 它的接受能力其实是比较差的 因此我们青光眼 它这个视野的检查里面 存在一个学习效应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给患者做几次的视野 哎呀发现一次比一次好 其实它也没有特殊的治疗 然后为什么它视野会好转呢 它真的是病情好转了吗 其实不是的 它是只是它更好地掌握了 这个视野检查的这种技巧 它更准确地反映了 它视野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我们青光眼 如果要观察它的进展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做两次以上的视野 来作为基线的 所以要排除一下 我们青光眼一个学习效应 视野的一个学习效应 而这个视野图呢 就是很形象的告诉我们 患者眼中的一个视野缺损 是个什么样子的 从一个正常的视野 到它一个管饰 检查完我们的眼底视野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诊断这个患者呢 它是一个很深的前方 不 这远远不够 因为我们还需要做一个防角的检查 防角检查 它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青光眼的诊断依据 因为什么呀 我们不能单纯依据我们的OCT呀 UBM呀 来观察它这个 就说它这个防角是什么样什么样的 因为防角镜下 它往往会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信息 我们看这个防角镜的这个检查 它的色素的多少 是否有沉积 是否有一个炎症的堆积 新生血管 包括出血呀 它有没有防角的后退呀 这些其实都是通过防角镜检查 才能直观的收集到的信息 因此 我们这个防角检查 必不可少 前面我们都检查了这么多 然后也说了这么多 那我们 临床上 其实最容易出现的这个 难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病人来了以后 门章一看 哎 它好像 眼底不好 但是一检查 难道都是正常的 我们的眼底是 试盘是一个 那个那个试杯是一个大的 但是它的试也是正常的 哎 它的旋径显微层 好像也是厚度也是正常的 那眼压也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的眼底异常 我们就会想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异常呢 它是不是一个生理性的大试杯呢 还是说它这个试杯的扩大 但是没有出现一个 可以检测出来的 神经显微层的一个缺损呢 来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上可以看到 这一个患者的一个试铺头呢 伴随着一个很大的试杯 这个试杯的形态 我们可以看到圆圆的 其实它没有那种切剂一样的改变 嗯 并且它符合这个 一整的原则 我们说青光眼的这个 正常试盘的这个 一整的原则 是什么呢 嗯 我们试盘呢 正常的人中 这个盘眼有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盘眼在下方 是最宽的 镊侧是最窄的 上方和下方相同 或者稍微窄一点 鼻侧呢 更窄 也就是说 从宽到窄的话 应该是下 上 鼻 镊 而这个 一整的 I S N T 就是它四个英文字母的一个缩写 这个一整的法则呢 可以适用于我们正常人群中的一个筛查 嗯 我们对于生理性大石碑的观察也要符合这个原则 这也是说 嗯 我们看到这个一个患者的时候 首先要判断他的这个石碑的增大 是一个 呃 初步 初步想想 它是一个生理性的可能性大呢 还是一个病理性的可能性大 如果说它一侧出现了一个 哎 很明显的出现了一个 呃 一个切记样的改变 或者是一个 一个 某一方面 这个盘眼的一个明显的缩窄 那我们考虑可能它是病理的可能性大 但是如果它符合一森的原则 并且它是一个原则的 没有一种切记样的改变的时候 往往是一个生理性大石碑的可能性大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神经显微层 我们看到也是正常的 那有个 有的同事可能就会想 为什么它一个这样大的石碑 石碑 会出现它的神经显微是正常的呢 这也就涉及到我们这个盘眼的一个面积 我们前面就讲过了 就是说 这个 盘眼代表的就是我们神经显微层的数量 而我们这个 基线上 我们的石碑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在人群中 石碑的大小能差别到5.7倍那么大 那我们这是一个小石碑 这是一个中等石碑 而看它们的石碑是逐渐增大 但是呢 它们其实它们的盘眼面积是相等的 神经显微层的数量是相等的 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是这样大的一个石碑 它中间只有这样小的一个石碑的话 你想想它的盘眼的面积得有多宽呢 得多大呀 所以 往往大石碑配的一个大石碑 但是它的盘眼的面积和小石碑的小石碑是同样的 因此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性的大石碑 对于生理性大石碑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 就是如果你确实是不能完全肯定的话 那就采取我们原来的措断 就是随访观察 因为随访观察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一个病理的 它肯定会进展 而如果是个生理的 它一般是一个静止的 静止的 不变的 除了这个生理性的大石碑 还有一个是高眼压症 高眼压症 顾名思义就是眼压高 而且除了眼压高 别的都是正常的 它的定义是 仅眼压高于21毫米公众 而无轻光眼性的损伤表现 排除眼压测量的误差 对于眼压值产生影响的眼部或全身的疾病 视神经的结构和功能是正常 眼底视野检查都是正常 方角开放 我们才能称之它为高眼压症 既然这个眼压在高眼压症里面 是它一个突出的异常 那我们推荐 使用这个金标准 高的满压瓶眼压剂去测量 因为中央角膜厚度和眼压的测量值 是成正相关的 当这个中央的角膜厚度 是520微米的时候 高的满眼压压瓶剂 是测量最准 最接近真实眼压 中央角膜厚度 每波动100个微米 眼压测量值将出现7个毫米的误差 波动70微米 它出现5个毫米的误差 因此我们需要测量它的中央角膜厚度 并且换算一下它的真实眼压 当我们看到一个眼压膏 符合其他的一些条件的这种 怀疑高眼压病的这种患者来说 我们首先要鉴别诊断 除外其他的剂发性的高眼压 比如眼外伤 它可能很多年以前受过一个外伤 有一个顿挫伤的病史 然后其实防脚是一个轻度的后退 但是在很多年以后 它才出现一个眼牙膏的表现 还有就是一个非常轻微的葡萄膜炎 或者是激素性轻光炎 它有一个激素使用的病史 但是如果患者你不详细问他的时候 他说我没有什么病 然后他不告诉你 或者是他没有跟你表述清楚 你这个时候就很难去判断 就是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还有一种我们叫隐移性的TAO 激发的轻光炎 这个隐移性的TAO是什么意思呢 TAO就甲状腺相关炎病 大家都知道 这个病呢 其实就外观是很明显的 眼球突出啊 上肩回退啊 但是呢 在有些病人来说 他的首发症状 其实不一定就是 他的眼球突出和 这个上肩回落啊 这种回退啊 这种表现 而是他的掩盖期的一个改变 这个时候患者就会出现一个测量眼牙升高 因为他掩盖期 影响了他的一个眼球的一个运动 对他的眼球产生了一个压迫 可能在某一个体位的时候 他测量眼牙是升高的 所以就是说 这个鉴别了这些诊断以后 我们才定义这个患者是一个高氧压症 他并且可以合并一些色素的波散 或者甲性楠默的波脱 而对于这个高氧压症风险 这个进展的一个评估 我们是来源于一个国外的随机对照研究 就是我们很著名的OHTS这个研究 也就是高氧压症治疗研究 他呢就是对于高氧压症的患者 进行了一个分锁观察 然后观察就是 眼牙每身高一个毫米拱住 轻光眼的发生 发生的风险将增加12% 而角膜偏厚 眼牙中等身高的患者 用角膜厚度的值对眼牙值进行校正 其实际的眼牙值可能在正常范围内 那他进展为轻光眼的概率就比较低 那角膜偏厚的进展成青光眼的概率 那角膜偏薄的 而眼牙又较高的 进展成青光眼的概率就非常大了 这个角膜厚度没减少40微米 青光眼发生的风险就增加2.04倍 而对于内有一部分 已经存在潜在的 青光眼视神经损伤了这种患者 虽然他的视野和严厉检查 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异常 但他可能在5年之内出现一个明确的 青光眼的视功能损伤 这是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OHTS这个研究中 观察5年 治疗组有4.4%的患者出现了青光的损伤 而未治疗组为9% 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就是对于我们高眼压症的患者 就直接进行观察 大概有9%的人在5年之内 进产上青光眼 而观察了13年 有22%的患者就进产上青光眼 而对于进行那一部分 进行治疗的患者呢 他其实是降低了这个青光眼的进展 他5年是4.4% 这个13年是16% 明显低于未治疗的这个患者 眼压超过24毫米拱住的时候 一般我们是采取密切观察 或者药物治疗 检查的项目呢 包括于眼压 视盘 黄斑 视神经显微层 以及视野有关的检查 这些检查呢 要定期大概是3到6个月 要检查一次 当你发现它有进展的时候 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青光眼来治疗了 而儿童和青少年的高眼压症 它的眼压波动非常大 当眼压大于25毫米拱住的时候 它成为一个波动性 并且没有视神经损害迹象的时候 可以每3到6个页检查一次 视盘的形态 视网膜的神经显微层厚度 它的视野以及视野 眼压进行性持续性的升高 你就应该密切的给它监测眼压 一到两周就要测一次 然后至少连续测量三次 如果眼家确实呈现 一个逐次上升的趋势呢 一般超过30毫米拱住的时候 就要给予对症的降压药物治疗 对于一个患者来说 也就是高眼压症的患者来说 首先我们要给它测量 它的准确测量它的眼压 要测量它的角膜 中央角膜厚度 并且观察与清光眼相关的这些项目 比如它的眼底 它的视野 它的神经显微层 来明确它到底 就是说在观察它的过程中 看看它的有没有进展 因为毕竟如果你不去治疗 它观察十几年的 有百分之 也就是五分之一的患者 都进产成了清光眼 总结一下 这个原发性 开脚性清光眼 是一类进行性加重的 一个视野性病变 具有清光眼性的特异性 使人经损伤及相应的视野损害 诊断需严谨 治疗需规范 制定治疗的方式 因人而异 最终以达到目标眼压 保持视功能为目的 无论它是一个高眼压型的 还是一个正常眼压型的 都是需要我们用心去诊断 用心去治疗 希望大家希望这些今天的讲 可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然后让我们清光眼 早期的患者得到 一个精确的诊断 早期的治疗 谢谢大家 其实对于这个 原发性开脚性清光眼的 早期诊断呢 确实有的时候 是一个难点 因为 我们在门诊上 也会经常遇到这种 排清的患者 就是大家会觉得有疑虑 但是呢 又不能完全的确诊 所以说可能就是排清 就显得很复杂 也比较 更愿意找专业的 清光眼医生来看 但是其实这个清光眼 也不是所有的 哪怕就是清光眼的大夫 也不是说 咱们在第一时间 我就能确定这个患者 到底是不是一个 早期的清光眼 因为 从我们的 从我们的这个经验上来看 其实清光眼是一个 进展性的疾病 也就是说 它早期的一个 横断面的一个诊断 有的时候 它没法做出 一个准确的判断的时候 我们可以纵向观察 观察这个病人 是不是有变化 如果有变化的时候 就是反正总之 总之有一条是 如果它是病理的 其实它是肯定会出现进展的 会有变化的 而如果是生理的 其实它是 你观察的一些指标 很有可能就是不变的 陈医生好 您这边能看到问题吗 我现在能看到 能看到了 您可以读一下它的问题 然后回答 我现在看着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您这边看不到问题是吗 对 我现在就只能看到 你的这个 私聊的窗口 在那个聊天旁边 有个问答 您点开来 我看到了 原发生 方医生 这个原发现 开脚型轻炼的早期诊断 文件可以用PERG 或者是网毛的 这个PHN2的检查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医院呢 还没有用这些检查的手段 我们医院就是 主要是 还是一个常规的检查 基本上就是 就是这样的 因为轻光眼的 就是说它的检查手段呢 其实包括之前 它也会有一些 就是新的一些 包括电生理方面的 一些改变呀 但是就是 它没有被写入指南的话 恐怕就是 它的应用 其实是个限制的 我们不能说 它肯定不准 但是它可以作为参考 而不是作为一个 新标准 是吧 就像我们 嗯 轻光眼里面检查 到现在 我们能 嗯 写入指南 写入共识的 也就是我们的 视野 我们的神经显微层 我们的 眼底的一个观察 而不是单纯的 靠一些 一项的诊断技术 恐怕还是很困难的 嗯 哦 刘 刘 刘医生 他问的是 轻光眼的手术方式和手术时机 嗯 其实要讲 轻光眼的手术时机和手术方式呢 可能展开讲究比较多了 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 轻光眼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 一个 呃 总结 它的手术方式 其实这个轻光眼 因为它分类比较多 就是我们今天呢 主要跟你讲的 就是原发性 开脚性的轻光眼 那原发性的 开脚性轻光眼呢 它的手术方式 其实是 嗯 有传统的 小量切除术 还有一些 激光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SLT 我们的激光小量成型术 还有就是说 现在非常热门的 一叫微创手术 微创手术呢 其实主要是 针对Slam使馆的手术 可能就是 搞轻光眼的同道嘛 就对这个是比较清楚的 因为 嗯 可以说是 这两年是遍地开花 就是各种 轻光眼的微创手术 都在进展 包括我们的 MET GET 包括梁远波教授的 一个穿透性的年小管 呃 长胸术 还有 还有国外的一些 啊 IPAS 嗯 就是这一类的 其实是非常多的 就是 这些手术的 嗯 手术可以说是 各有利弊 总的说来 我个人的经验呢 就是觉得 其实是随着我们 对这个疾病的认识 解剖的认识 进一步的加深 我们这个手术的方式呢 也会出现一个 嗯 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飞跃 就是 微创手术 嗯 它更符合我们的生理 和传统的小狼切除术 这种 滤活性的手术 比起来 其实它是 嗯 可以说 这个损伤更小 符合生理通道 并且呢 就是它不需要 一个频繁的维护 至于手术的时机呢 就是说 往往 原发现的 开脚性情况下 我们 就是在 中期和早期 我们会和患者 商议 因为大部分患者来说呢 它是 更喜欢 药物治疗 而对于一个 晚期的 非常高的眼压 我们要看它眼压的 基础眼压是多少 如果基础眼压 非常高 有四五十五六十的那种 我们也见过 那样的话 眼底是个晚期 应该它的目标眼压 是非常低的 你通过药物 因为我们现在的 手头的药物 其实是很有限的 只有这么多种 就是 就是药物发展 近期 原来是 没有 没有特别新的 除了一些联合的药物 没有 更 更新的这种药物出现 因为 因此我们现在 目前常用的 这四种药物来说 它的降压幅度 是有限的 如果你一个 五十的眼压 想降到一个 白眼压 十二 十五 我想可能是 它达不到 这个时候就 必须得手术了 就是甚至手术 加药物来控制它 但是如果 对于一个 早期的 还不是在基础 眼压比较低 那我基础 眼压只有三十 我眼底损害 并不严重 我可能降到 十八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我这个从三十 降到十八 降了百分之三四十 那我们可能用一种药物 甚至两种药物 我们就可以达到的话 那可能就会选择药物治疗 所以说这个 至于选什么样的手术 还有什么时候做手术 其实还是跟患者的 个体的这个 这个情况有关系 不同的患者 要不同的一个 一个治疗方案吧 赵医生 赵医生是 问的是 晚期清晚 结状体冷冻术后 眼压一般能控制到多少 就是 晚期的清光眼 尤其是绝对期的清光眼 就是没有光感 然后患者又比较痛苦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 这个结状体的手术 比如说 结状体冷冻术 或者结状体光明术 来治疗他这个 清光眼 降低眼压 虽然不能复明 对眼压能控制 这个术后眼压呀 一般的来说 可以 可以这样想 其实它和你手术中的 冷冻的范围 以及点数 是成正相关的 你的范围越大 冷冻点数越多 那你术后的眼压 肯定就越低 因此啊 就是我们这个 结状体冷冻术呢 包括我们结状体光明术 往往需要 就是说 通过患者 术前的眼压 来判断一下 你有初步 要做一个方案 就是他到底 术中冷冻 需要多大范围 需要多少顶数 因为他一旦过量的话 眼压 可能会太低 那就出现一个眼球的萎缩 所以他眼压 控制多少 跟你这个方案 有关系吧 嗯 现在既然大家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 其实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呢 其实一个情况下的早期诊断 早期诊断 它的难点在于啊 它的那个各种的变化 还没有很明显 尤其是视野呀 我的这个这个 食物头的改变 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那样 那么明显 所以呢 就是说会给我们一个诊断 增加难度 我们在就是说非情况眼专业的眼科医生来说呢 其实我认为啊 这个我们可以提个醒 首先呢 我们的原则是 嗯 这几次 这这几种检查方式 就是检查方案都都必须得做到 也就是说我们的眼底照片 有图有真相嘛 嗯 无论是你自己的病例上写 它的CBD是多少 其实它的你拿来图一看就知道了 你两次对比 可能每个医生他写的都不一样 可能在我看来 它的CBD是0.7 但是在另一个医生就是0.8 因为它只是一个估算值 它并不是一个精确的值 因此我们如果有了一个照片的话 我们两项对比 可能患者自己有时候都能看出来有一些变化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眼底照片 然后就是我们的视野的判读 其实视野的判读是非常专业的 它因为视野跟我们视神经的疾病 包括视网膜的疾病 它很多都有关系 所以说这个一个准确的视野判读 是我们诊断青光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OCT 其实原来的时候OCT我们不把它作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一个 就是很好的一个追踪的一个指标 但是现在呢 就是OCT的检查越来越普遍 并且呢可能县级医院很多也都有了 而且呢就是说它的可重复性其实是蛮好的 尤其是对于那种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追踪比较好的 视力还可以 其实对于中早期的时候 这个这种患者来说 它的可重复性是比较高的 因此呢就是OCT检查可以很直观的观察到神经显微层 我们的照片如果你照得好的话 其实它的神经显微层也是很清楚的 就是青光眼的诊断 它是需要一个证据链的 你这三个加在一起 它是一个形成的一个链 那你就是无论它眼压是高是低 它是一个一个这个这个高眼压的还是低眼压的 我们都可以做出一个准确的青光眼的一个诊断 希望大家能那个在生活中工作中越来越顺利 今天我的演讲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